可有观众他肯定要疑惑了 说这到底是座什么样的老宅 他会引到文物贩子如此猖狂呢 咱们不妨继续了解一下 根据当地村民介绍 这座老宅修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 距今已经有将近90年的历史了 宅子的主人是村上的大户 拥有良田近200亩 虽然是村上的大户 却并没有什么大价 反而和村里其他村民相处的十分融强 每年还会请本村人给他打理良田收割道 据说当时在修建这座宅子的时候 着实耗费了主人的一番心血 为了能把这座宅子建好 他们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工价 赋以高薪 并提出了相当高的建造邀请 听那个老林说 这个捐头 他说以前 那个老师傅在这里起捐头的时候 一千只起八个捐 起多了他就不要 不要这个老师傅做 这个捐是模型出来的吧 他知归经 他一千只归经自起八个捐 也就是说呀 这座宅子呢 在修建的时候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再加上宅子主人的阔气 自然就引来了文物贩子的寄予 可当时呢 如此显赫的家族呢 宅子也修建的相当奢华 那为什么如今却成了这样的荒宅呢 据说呀 这座豪宅的原主人叫罗魏涛 他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位地方大员 当时呢 这座宅子他就叫涛庄 后来呢 随着宅子主人的去世 宅子呢 那也自然换了主人 渐渐的呢 这里就衰败了下去 成了一座荒凉宅 随着对冠世镇老宅探访的结束 所谓鬼怪的传说呢 那也在事实面前变得极其的脆弱 也许人为的因素呢 让这座老宅充满了众多神秘而诡异的色彩 但是呢 在这种行为的背后 我们却看到了刘建军爱宅护宅的一片苦心 在经历了近90年的岁月沧桑之后 这座曾经的豪宅 如今已是满目创意 杂草丛生 但是呢 因为宅子的故事和历史 因为有了像刘建军这样的人 对他的保护 这座老宅的确成了 冠世镇的一座无价之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